好 歡迎來到第18集的戰術TSA 上次講過西維爾區的打比之後 今次就輪到巴斯克區 巴斯克其實今屆西甲有5支球隊 參賽中應該是近年最多 歷史上是否就要再檢查一下 我介紹入哪5隊 巴斯克球隊踢西甲的 有畢爾鮑 王家蘇斯達 伊巴 奧沙森娜 和阿拉維斯5隊 這個時候我們先看看圖 這個圖其實就是屬於巴斯克區的地圖 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巴斯克區打比 或者巴斯克人 法國籍的人又可以代表巴斯克 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裡面分了7區 有7種顏色 每一種顏色區裡 都會有上面一行字 下面一行字 上面那行字其實是巴斯克文 下面那行字就是西班牙文 絕對不是英文 那我再介紹一下 現在看到有紅色圈著的 那三個地方呢 就是屬於法國的巴斯克的三個省份 即是當年里沙拉素 或者拿破搭 那些都是那裡來的 下面有一個黃色的 最大塊的區域 這個就是屬於一個自治區 另外左邊有三個地方 左邊的三個就是屬於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區 那些七個東西加起來 就形成了一個整個巴斯克的區域 那我就剛剛說 有五支球隊踢西甲 其實他們都處於不同的地方 例如北以包 就是左邊橙色的位置 就是寫著B那裡 這個地區就是北以包 那旁邊E就是E巴 RS就是王家蘇斯達 那兩個都是屬於同一個區 就是藍色的區 對 就是這裡 那跟著剛剛說到最大塊那個 就是奧沙辛娜的 那至於左下角那裡 左下角的綠色那裡 就是屬於阿拉維斯 那其實都看到五支的西甲球隊 只不過是只有兩支在一起 其他都分得比較散的 那另外提到巴斯克 那今集主角就是北以包 那我之後就會再講王家蘇斯達 那講之前呢 再講多一點點 那巴斯克裡面呢 其實大家都聽過很多次 就是北以包 王家蘇斯達呢 對於球員的選材其實都有很多規限 那來來去都是那幾個規限 那通常就是球員呢 就在那個地方出生或者成長 就在這七個區域裡面 那另外呢 就是譬如他的親屬 就是譬如阿爸媽阿爺阿婆阿公那些 或者一些兒媽親戚那些 就是總之有血緣關係的 和他有親的血緣關係 就在這一個地方裡面成長的 那另一個條件呢 就或者是他小時候清分 踢球的時候 就在這七個地方的區隊那裡踢的 那就可以之後呢 就可以進入這個北以包 王家蘇斯達或者伊巴 他們這樣的球隊那樣 那有些歷史淵源的 那北以包和王蘇呢 其實兩隊 一向的選材都是根據以上的規則來這樣選的 那但是後來 為什麼王家蘇斯達呢 就脫離了的 有一些 就會選一些完全沒有巴斯卡血統的球員呢 為什麼會這樣脫離了呢 就是因為北以包呢 其實是不關北以包的事 因為北以包呢 本身就是通常回自己的區那裡選的 但是之後呢 他又越選越多 就去別人的區那裡選 那選擇一下之後呢 就搞到其他球會 好像王家蘇斯達那些 就沒有那麼多人選了 因為北以包歷史上是一枝勁女來的 所以比較多 在巴斯卡地區成長的小朋友 就會選踢北以包的 那王家蘇斯達就被你選了些人了 那怎麼辦呢 就唯有選一些外援 這樣打破了這個政策 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至於地域上面呢 北以包和王家蘇斯達兩隊的打比 就一定是巴斯卡地區裡面最激烈的比賽 那另外那三支球隊一定都不夠 那個激烈程度和歷史的意義上面 好了 那介紹完很多地理上的東西 那開始講足球的東西 那我們去下一個圖了 下一個圖其實就是 今季北以包常用的球員來的 那先說一些東西吧 那領隊就是加利坦勞的 那就是上年12月呢 就接替了比列素 成為了北以包的領隊 那上季帶領球隊又上到第八位 那呢 那今季踢了17週之後呢 就排第七 那成績算幾好 那這樣 那鎮息方面 都是4231的了 就是跟上季一樣 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但是呢 其實它是有少少微調 就是球員的人腳上面有換班的 那這樣 例如龍門 那用了西文 那這樣 那就22歲 那就取代了伊亞高 因為31歲 那門將就 那另外就有幾個長期的雙兵 例如班納特 32歲 迪馬高斯30歲 星河西又30歲 那這樣 那又轉了班 那譬如右閘就用了卡帕 那這樣 那就是27歲 那另外 那中場呢 就烏里努比斯 24歲 那另外 那先介紹一下 4231 後面就是 耶利亞華里斯 就是膽來的 中堅 那他的拍檔就是 印尼高馬天尼斯 那另外 阿劉尼斯 就貴錯踢過 但之後都變回後備 那左閘就被截查 那這樣 中場呢 丹尼加西亞和烏里努比斯 就是一個膽來的 正中間一攻一守 那前面就是 魯爾加西亞 一個就 表面上進攻中場 其實是入禁區更多的 那另外 左邊就是 哥禄巴 右邊就是 蒙尼安 蒙尼安 有時候會移回去 左邊的 那另外 蒙尼安的後備就是 伊巴高美斯 那就前面 威廉斯 就是中鋒 但是近期 近些三四周 就移了去右邊 就推了 路爾加西亞上 去打前鋒 那至於 38歲的 阿杜利斯 今季就真的 十次後備 基本上就真的 不會再踢正選 那但是 開季至今 入了一球 也是今屆西甲的第一個入球 也都可能是今屆西甲 最佳金球 就是 就是對巴塞的一個 倒掛 入了一個世界球 這樣 好了 那介紹完他的陣容之後呢 我跟大家講他的防守方面 之後就再講進攻 那防守方面呢 他暫時看了十七場球 失了十二球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那至於 另外呢 失了那些十二球裡面呢 有一半是來自open play 就是陣地戰 其實是全西甲最少的 即是說他們西甲裡面 防守陣地戰裡面 是最好的球隊 那他透過什麼方式來防守呢 主要就是透過一些人釘人 那他人釘人的意思是 只是脫了球之後呢 從攻轉手那一刻呢 每一個球員都很快找回自己的目標 而那個目標很明顯就是 其實賽前就已經說了 你這場幫你負責是 專門人釘人 man mark哪一個人 就不是剛好那個人在附近 就走去這樣mark 那其實 其實 其實球員呢 就很難夠執行到 賽前部署 教練的指令 那樣的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 他們默契其實非常之好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 由青年軍一起踢上來 還有 陣容都夾了幾年了 主力是 所以他們整個防守的陣式 那個動作都很一致的 就是一起去逼人家也好 或者一起去man mark也好 全部都很一致的動作 就不會說 譬如只有你一個 就去逼其他人 就站在後面 那樣的 另外一方面呢 有一個數據 就是那個PPDA 就是說 在對方 在你那個後半場裡面 傳播的次數 就是一個份子 再說多次 份母就是你防守的數據 那樣的 那如果越低 那個數字 那個規則越低 就越好 那其實他們是排第七位的 西格 也算是 真的都算幾好的 那因為呢 也都顯示出 他們 比如說被人射球的次數 Block Shock 那些都非常之少 就是因為他們 每個人釘別人 捉得別人很緊的 這樣 那令到對方很難有機會 很輕鬆地傳到球 那樣 還有他們落的都很狠 其實不義巴的球員 那麼他們都造成了 他們被人射球的次數呢 就在西格排第18位 而封了別人射球 其實是排第16位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已經在禁區外面 就已經封了別人的 傳球 射球 來到龍門 其實真正考驗的機會 不是很多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就是解圍了 因為他們解圍其實不多 次數 是西格排第14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後防搶到球的時候 都喜歡搓幾腳 搓鬆一點 慢慢再一層一層上去 就很少後面拿到球 一腳挖上去 比前面的威廉斯哨 這樣 好了 那講完防守方面的表現 那我就講進攻了 那進攻這個時候呢 我就看下一幅圖這樣 這幅圖呢 其實就是關於 球員在進攻的時候 那個活動是怎樣的 照舊 如果大家有看過之前的幾集 都知道顏色是代表什麼的 那我再講一次吧 黑色虛線就是走位的路線 黃色就是代表傳球的路線 而紅色就是代表起腳的這樣 那其實呢 整個畢業包的組織 他們就是主要靠烏利努比斯做法動 因為他是一個發電機 他當是球隊裡面的 那就代替了以前的班納特 那他年輕一點 又會力多一點 那但是他全球的質素 和死球呢 就當然沒有班納特那麼好的 那丹尼加西亞 他的拍檔是主手的 在旁邊的 那進攻的時候 那除非球在龍門 Simon那裡 因為Simon通常會大腳挖上去 而如果球落在後防球員那裡 就會慢慢猜拳 因為始終Simon的腳法 就真的是一般 很多時候都寧願叫他一腳挖上去 就不要猜拳了 一人猜拳 失去就更糟糕 那進攻的時候 防線 一對中堅 印尼高馬天尼斯 和耶利亞華尼斯 和丹尼加西亞的三個球員 就不會怎樣上去 通常留守在後半場那裡 那球就主要交給烏利努比斯發辦 那他通常就會 因為他通常偏右 交給卡帕 因為卡帕也是一個很上得的閘 威廉斯說前鋒也是翼鋒出身 很多時候都會自動走到右邊 跟卡帕做一個兩個人的二人配合 那如果左邊是怎樣呢 左邊的進攻 一比折柴就會通常一支箭衝下去底線 那這個時候 烏利努比斯會放個45度角的長傳 給他這樣撐出人家的防線 那譬如左翼哥路巴也會順勢切進去 做個空位給折柴 讓他可以跟對方的右閘單對單這樣 那蒙尼安另一個進攻核心 就主要是保持球 扭人 給一些斜直線 靜直線 因為主要有些右小的東西 就給蒙尼安弄 那至於魯爾加西亞 就是整隊球裡面 在禁區裡面最重要的球員 因為其實魯爾加西亞 在以前馬體會都知道 他後上入攝是非常厲害的 來到畢爾包 他已經不再做後上入攝 他直接打前鋒 現在近幾場的直線 所以近幾場 魯爾加西亞很多時候 是單挑對方的中堅 反而漏了第二球 就被威廉斯 或者哥道巴 他們撿回第二點這樣 那蒙尼安 現在看到他一個孫飛球員 但是很可惜他11月尾的時候受傷 就是早三個禮拜前 所以領隊 就用了另一個球員 就叫做奧漢辛斯特 其實是一個18歲的青分 非常之高 一米八百 挺有活力 流動性 挺好的 提升前面的活力 因為始終魯爾加西亞的活力 真的不夠 用了他之後 前面順了的球 第一時間彈 都好 但是幼細當然沒有了 因為奧漢辛斯特的腳法 其實是一般的 你叫他在前面 衝衝撞撞撞 跟魯爾加西亞 好像雙塔 那樣撞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 畢爾包近幾場 踢球是比較直接的 比以往 進攻方面 其實最主要是靠卡伯的全中 因為他在隊內內 助攻次數最多 有四次 也是西甲變排第三名 第二位助攻 就是烏利盧比斯 有三次 所以這兩個是核心來的 進攻 至於射球方面 最重要 當然是魯爾加西亞 因為他在隊內射球次數最多 每場球射2.4次 另外 威廉斯也有1.3次 就是第二位 威廉斯的作用 除了拉邊之外 在前面 等反擊的時候 用速度 衝過對方射球之外 他還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 Espeta Go的 數據裡面 其實是隊內最高的 那這個數據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關於每一次 有射球 和Key Pass的一個組織裡面 威廉斯參與的次數 都是最多的 在隊內 另外 畢爾包其實最主要是 全中 進攻都是 你看這個圖 因為你說他中路直線 那些比下去 主要靠蒙利安 但是他近三四場 都是缺陣 所以呢 繼續用兩邊側擊 這樣 其實每場球 全球有20次 全中 西格排第三位 這樣 另外呢 主要是靠側擊 基本上有這個 79%的進攻 是來自側擊的 這樣 另外在禁區外射球 也都有41% 在西格排第五位 因為很多時候 禁區只有一點 就是魯爾加西亞 所以真的被人釘死 他都唯有 回到禁區 在外面 被隊友撞射 這樣 另外就 爭頂那方面 說到魯爾加西亞 那麼厲害 他是西格入面頂球第二位 球員來的 每場球頂的人 都有6.1次 那麼高的 另外 畢爾包呢 有一個特點 說到他進攻 剛剛說了怎樣 全球分球 怎麼走 但其實有一點很特別的 他們拿著那個球 在對方 後半場停留的次數 即是全球的次數 其實是全世界排第19位 是魯爾 即是顯示出 他們是有進攻 但是呢 他們在對方的後半場 全球的次數 其實不是很多 通常是幾腳 就已經做到一個攻勢出來 就不像巴塞王 那些控制戰局 慢慢猜測 這個數據其實叫做DC 如果大家understat 其實這個數據就是說 在對方20碼的範圍 即是大約是圍著大暗區頂的範圍 以內 20碼內 你成功傳球的次數有多少次 那麼這個數據裡面 它是排第19位的西架 那麼呢 另一樣 畢爾包需要改 即是我覺得需要改善 因為始終你不可能 每場球組做到很精 即是猜幾腳 那就真的做了一個射球 基本上你季賽就可以 你去到下半季 對方知道你怎麼踢的時候就難 所以這方面真的要慢慢改善一下 那另外 另一樣需要改善就是 作客的成績 因為畢爾包暫時 踢了八場球 作客贏得一場球 這樣 這個都需要改善 作客 因為始終他們是一個民族主義 地區性很強的球隊來的 離開自己的球場都踢得差 那麼希望下半季改善 成績當然會再攀升 那麼今集介紹畢爾包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就會跟大家說說 另一支的巴斯克球隊 謝謝 謝謝